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04年年底 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派出一支由副所长带队的专家组紧急增援到一个野外考古项目中 在山西匠县衡水镇 当地文物部门在清理一座被盗墓葬时 在镜旁赫然发现了一组距今已有2700多年 明显属于诸侯等级的两座超级大墓 大墓的主人是谁 会是一对镜侯夫妇吗 他们又为何远离邦国墓地 安葬在了这里呢 在2004年的最后几天里 恒水西周墓地一号大墓深入地底15米的果室中 考古队员一直在寻找各种蛛丝马迹 试图揭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2004年12月25日 星期六 小雪 继续清理果室内的塌落的虚土 在果室由西壁向东约三米处 平面出现一道横线 将果室分为两部分 西部情况不详 可能是一个箱体 东部是箱体以外的部分 发现两具训人的骨架 刚露出头部 在头部上有席纹 头朝北 身体部分不详 从对果室东南角推断 骨架的水平高度距果室底还有近一米 在墓主人的腰下有腰坑 那么这样的藏俗在周文化里面是很少见到的 我们在去寻找发掘这么多的这个经过高级文章都没有 在发掘日记中 吉昆章回忆起了交接工作室 运城市文物工作站两位工作人员的介绍 据侯白北杨武郡回忆 田土中有训狗 在田土中训狗是商人的作风 在殷居发掘的许多商代墓葬都在田土中训狗 而屈村发掘的西周时期的近文化墓葬 都在二层台上训狗 看来这一点与近文化墓葬作风有区别 在西周时期已经基本绝迹了的人训现象 再加上明显有别于近文化的藏俗 属于商人作风的训狗方式 难道说横水大墓中埋葬的是一位商代诸侯吗 那么之前根据墓葬中陶片所作的断代 属于西周时期的结论会出现错误吗 然而对于墓葬年代的怀疑 还没形成结论就被再次否认 接连几天的考古日记记载中 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新发现的喜悦 2004年12月26日星期日多云 零星出土一些车马器和国内的霸 玉小事件 有车马器 有铜鸾铃 铜车位 圆端铜构建等 玉器有玉龟 棒龟等 绘图照相并记录 从这两天出土的车马器看 时代与以往西周中期的同类器文式接近 自发现荒围之后 填土中不断出现的小件器物 让考古队员欣喜不已 细形和文式中反映出的西周中期特征 则坚定了队员们的信念 一号二号大墓的主人 一定是一对西周时期的诸侯夫妇 负责二号墓发掘工作的 是吉昆章的师兄 同样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 任职于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田建文 由于受荒围保护的影响 一号墓发掘缓慢 二号墓却很快有了突破 由于因为有了荒围 而二号墓很快我们就做清理到了棺里面 进入棺里面 并且它所随造的青铜器都已经出来了 我这个就是克串了一下 这个我因为我这个我这个研究生 我读的西纸器 后来这个到工作以后 一直搞这个这个号码经过移植 在二号墓的西南角 堆叠着一层层精美的青铜礼器 现场能够清晰判断的就有 顶 鬼 河 盘 绝 永中等 临时客串就能有这么大的收获 青铜器的发现让田建文很是欣慰 然而接下来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规模相对较小 原本以为是夫人墓的二号墓青铜器中 竟然出现了一些原本不该出现的东西 发现了很多青铜器 并且有很多这种兵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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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一般的清大府五顶三顶或者一顶 大致是这么个规律 既然是诸侯等级的墓葬形制 二号墓中出现三顶 这又意味着什么 难道说大墓主人只是个一般的贵族吗 根据对屈孙天马遗旨 北兆晋国诸侯墓地 十九座国君及夫人大墓的考古发掘 人们早已注意到 在西周时期 拥有侯爵封号的晋国国君 通常在墓葬中陪葬五顶 而国君夫人才会降低一个等级 陪葬三顶 二号墓三顶的发现 似乎已经明确了两座大墓 墓主人各自的身份 人们都在期待着 一号墓的荒围整体揭取后 更多更精美的青铜器会陆续出土 荒围的揭取 一直在最严谨的状态下进行 对于这件三千年一遇的重要文物 任何损伤都将是严重的错误 在史料上有记载 而在北方的考古发掘中 几乎没有碰到 或者是碰到了没有认出来 那么这次有明确的这个现象痕迹 并且它成一种立体的保 保存下来的状态 这个不容易 这个也就是后来我自己在想的 这个可能是机缘巧合 这么重要的现象 已经让我给碰上了 并且是三千年一遇 当荒围从淤土中被整个剥离出来 精美文室组成的图案愈发清晰 大家都被这件拥有近三千年历史的 西式艺术品震撼了 它这整体图案就是由 这种大的凤鸟和小的凤鸟的组成 它是一组一组的 并且有很多布服来缝制在一起的 很多这种缝制布服的这种针脚 我们都看得很清楚 它的线都看得很清楚 整个这个荒围啊 这个咱们就以北面为例 北面呢 它是一个有四个大的凤鸟 每个凤鸟的高度在八十公分左右 它的宽度也在六七十公分 然后呢 这个四个凤鸟 那么就是上下上下这样排列的 并且在这四个凤鸟之间 是长条的那种小凤鸟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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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中间这种大凤鸟呢 它这种形象非常好 恒水一号木出土的荒围 仅残留面积就超过了十平方米 作为长边之一 原本低垂在棺木北侧的这一面 高近两米 宽三米左右 文士中凤鸟的每个细节都清晰可变 圆圆的凤眼 那种尖尖的钩绘 在它头顶上有高高的灌 然后它的翅膀和尾做那种大回转 那种很张扬的回转 然后呢 在翅膀和尾的尾端呢 都是那种跟那种花鳞 孔雀鳞那种形状一样 就是就好像我们那种孔雀 孔雀开平展翅那种形象 非常好 它的这种刚进有力的那种爪子 都很清楚 这时候 荒唯被成功接取的兴奋 充斥在现场每一位队员的心中 但在主持一号幕发掘的吉坤章心里 一个疑问却慢慢爬上了心头 根据以往的考古发现 西周时期的青铜器 以及玉器上常常会出现各种龙凤文式 尤其是西周中期 凤鸟文愈发兴盛 与史前时期 龙凤文式刚刚出现时不同 这时候人们已经赋予了龙凤 相互对应的性别特征 难道说 这意味着大墓的主人会是一位女性吗 凤黄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古时人们认为凤黄雄性叫凤 雌性名黄 按说凤鸟不应该特指女性 但自打这个形象诞生后不久 凤和黄的性别差异却渐渐消失 凤与黄一起成为了皇后嫔妃们的专属象征 难道说一号大墓墓主人是一位国君夫人 拥有兵器和三顶的二号墓主人 才是人们一度怀疑的进城侯本人 可这样一来 一号墓大 二号墓小的格局 又该作何解释 诸侯规至了大墓 男主人只有三顶 这又严重不符合国君的地位 以及晋国的国情 如此复杂多样的玉器 杂乱地堆叠在一起 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怎样判断 如何才能让散落的成套玉器 完美重现呢 一直持续到2005年的5月份 荒唯的结局才终于大功告成 一号墓果室的清理工作 也因此得以继续 那么接下来 始终营绕在队员心中 大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又能否顺利解开呢 当把上面的荒唯切割完之后 我们就应该说是 进入官室工作了 那么首先碰到的是棺盖 肯定是首先是棺盖 当把棺盖清理出来之后 因为其他的地方的工作 也在一点点往下来做 那么下面的情况 我们基本上就了解 大致也了解 在荒唯曾经覆盖着的一个角落里 大量青铜器 陶器 漆木器 甚至竹器一一呈现 这些器物重重叠叠 仿佛杂乱地堆放在 果室东侧靠南的位置上 吉坤章判断 在这里很可能曾经存在过一个木结构的架子 就像今天超市里的货架一样 分层码放着不同种类和性质的众多随葬品 随着岁月的流逝 木质的架子腐化坍塌 架子上的器物最终形成了今天的样子 甚至还影响到了部分荒唯 还没来得及对出土的众多器物仔细观察 同时进行的官室清理工作 也取得了让人惊喜的收获 官里面主要是玉器 是木主人身上主要是玉器 当把官里面木主人身上这些附这个土 简单清了以后 我们当时惊讶了 为什么惊讶了 这个玉器竟然堆成一吨 尤其是在木主人的下巴底下 这就是一堆的玉器 这个有玉簧 有玉管 玛瑙管 料管有很多 整个堆成一堆的 这个眼前这么一堆的东西 我们当时几个人都发懵了 让吉昆章和队员们发懵的 不只是文物的数量 如此复杂多样的玉器 杂乱地堆叠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怎样判断 如何才能让散落的成套玉器 完美重现呢 当时面对那一大堆 我们就发愁了 怎么来做这个事 这怎么清理 当时人家当时是 怎么给穿着在一起的 在木轮上是怎样进行佩戴的 下葬时又是用什么情况 为什么现在这种情况 那后来我们是判断 可能是这个墓葬呢 在由家里殡葬的地方运往墓地的途中 这个棺材 这个棺颠簸 这个玉器也发生了 也形成错乱 而且到了墓地以后 下葬过程度也错乱 所以好多玉器都堆到墓桌的下巴底下 它原来实际上应该是挂在脖子上 锤在胸前的 结果它就错位了 都堆到胸下巴底下来 在动手清理之前 吉坤章带领队员 在这堆珍贵的玉制文物旁 一吨就是好几天 四个人大双眼睛 就盯着这堆玉器来看了好几天 大家这个头脑中形成不同的方案 然后又判断每一个麻辣管 每个麻辣管的走向 它有的麻辣管里面 甚至还残留原来 穿那种丝线的痕迹 然后盼着走向 一个一个找一个找 有可能这一串是穿到哪 和哪个穿起来 怎样进行复原 然而尽管对照了 以往晋国秦国诸侯大墓 玉器发掘的经验 但清理工作真正开始后 困难依然无处不在 由于墓十几米深 地下土都是粘的 都是湿的 再加上墓里面是大量的朱砂 它下当时撒了 这个棺材里撒了大量朱砂 朱砂和这些土混在一起以后 这个发粘 它粘在在粘到这玉器上 这些麻辣管上以后 这个发粘 我们在清理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 你比如清理一个麻辣管 都得把它轻轻地摁住 然后再一点点一点地来踢 否则的话 我知道如果一个麻辣管 方向错位了 变了方向 我们就有可能影响 整个这一组 左配的川坠 就复原不起来了 在吉坤章看来 恒水墓地的发掘 之所以最终能够荣获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以及设立以来所颁发的 第二个田野考古一等奖 至少在一号木的发掘上 更多的是得益于 长期工作在野外发掘 第一线的技工们 跟我干的几个技工师傅 他们都有非常有经验 在整个考古工地 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来 我们的考古工地 有这么一大批的技工师傅 他们好多人 可能没有很高的学历 但是却是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我们的好多考古成果成就 都是出自他们的手 他们好多人心灵手巧 做起来得心应手 在清理玉器的这段时间里 吉坤章每天都会叮嘱 送餐的小饭馆 送点白酒 让参与清理的队员 喝上几口 十几米的地下是很潮湿的 我们因为在关里面 它低 我们得趴到那看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些草垫子 电脑墓里的其他位置 因为不知道其他位置 底下还会有什么重要的东西 我们只能做了好多草垫子 电脑上边 大家趴上边 前后经过二十多天 筛选了不同的方案 一个个被否决 一个被重新捡起来 重新梳理思路 一步步的梳理 最终我们很完整地 把整个木主人上的 这个玉器给穿起来了 结果显示 一号木主人在下葬时 配戴了非常复杂的 多组成套玉器 考古学上把这样成组的事物 称为组配 在木主人头骨上 除了原本装饰在耳边的玉绝外 法式则是一套专门的小型组配 而在肢体上 套过景象平铺胸前的是以玉皇为主 结构复杂的大型玉制组配 数量竟有三组之多 除此之外 它还带着一条 由大量玉管 玛瑙管穿成的项链 在尸骨的左右两侧 还各有两串以梯形玉牌为基础的 玛瑙组配 《星同气上》的名文 最终解开了木主人身份与性别之谜 但一个意外出现的称呼 却揭开了一段早已淹没了的历史 由于玉佩过于复杂 吉坤章不得不对牧主人的性别 再次产生了怀疑 他怎么看都应该是一个 爱美的女性才对 但是很遗憾 牧主人的骨骼保存得非常差 我们只能大致判断出 他的头像是朝西的 他的胳膊的位置 手的位置 以及他的这种躯干的位置 但是骨骼都已经非常酥了 都非常酥了 并且都压扁了 也判断不断 很难判断出他这牧主人的性别来 官室的清理收获巨大 可是他不但没能解开 牧主人身份的谜团 甚至还加深了牧主人性别的疑惑 到了这一刻 吉坤章终于有了十足的信心 他知道 牧坑里还有一个地方 应该存有答案 我们是真的想知道 牧主人到底是谁 因为我们知道 有可能在这样的重要的牧藏里面 他的情统性上是有名闻的 他是有名闻的 而且并且一定有 其实牧主人信息的名闻 一号牧果是东南角 堆叠着的器物数量远远比二号牧多 在二号牧中没能发现重要信息 那么一号牧的情况又是如何呢 最终队员们从恒水西周牧地一号牧中出土了 包括五顶 五轨 五件原形边中 以及眼 胡 提量有在内的青铜礼乐器二十五件 出土与诸侯身份相当的无顶无轨 让人兴奋 然而这似乎再次验证了 一号牧主人确实是男性诸侯本人 一时间种种信息相互矛盾 牧主人的身份与性别扑朔迷离 但是最终的铁证终于出现 人们在这批青铜器上终于发现了多组名文 名文中的两个称呼立刻引起了关注 青铜器上出现了有两个重要的名字 一个是彭博 一个是彭博为他夫人毕姬所做的青铜器 也就是一个是彭博 一个是毕姬 彭博可以是人民 但更大的可能则是彭姓贵族的封号 代表着仅次于晋侯这样的尊贵身份 难道说这两座仅邻近国国都 诸侯等级的墓葬竟然不属于晋国国君 那么这位彭博又是何许人呢 彭博的身份暂时没有答案 但一二号大墓墓主人的性别之谜 却终于有了定论 线索正是源于一号墓青铜器上 名文中的记载 彭博为他夫人毕姬所做的 由此判断的这两座墓是夫妇墓 是彭博夫妇墓 彭博和他的夫人毕姬的墓葬 彭博是二号墓 他的夫人是一号墓 最终吉昆章对一号墓墓主人性别的怀疑 得到了证实 拥有凤鸟文荒为 使用大量浴室的贵族 的确是一位女性 可是这样一来 还有许多疑问难以释怀 既然一号墓墓主人是女性 那么为什么他的墓葬规模比蓬勃还大 而且能够用超过二号墓规格的五顶五轨来陪葬 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尘埃落地 看来所有矛盾的焦点 还是集中在了这位币基夫人身上 我们的进一步思考 我们发现这个币基呢 是很有来头的 这个币基怎么很有来头呢 这个币基啊 因为这么多年对周代这种家族的研究 对周代很多这种 秦宫禁明的解读 我们知道在齐周时期 尤其西周中期有一个朝中一个重要的大臣 是毕公 这个毕公呢 是纪姓 是周王室的家族人 周王室家族人 他在西周中期时候曾经任高官 那么这个毕姓可能就是这个毕公家的姑娘 哦 这我们才明白了 是这个毕公家的姑娘 嫁给彭博了 西周时期 周天子诸侯共主的身份 还没有像东周时期那样遭遇挑战 周王室成员也享有很高的地位 高官女儿加上王族身份 毕姬从陕西关中远嫁近南匠县 死后不仅以女子身份 享受了诸侯规制的墓葬 并且还远远凌驾在了夫君之上 墓主人身份之谜解开 但彭博究竟是谁 普通人又怎能迎娶 毕公的女儿 并在死后享有诸侯等级的墓葬 其实关于彭这个文字 人们早在一些传世的青铜礼器上 已经有过发现 2004年 从海外回流 由保利博物馆收藏的一件 名为彭记凤鸟尊的器物上 就有彭记榨祖考宝尊仪八字名文 这件青铜器高达半米 因为造型生动 文是繁复美观而被誉为顶级青铜酒器 属于当之无愧的国宝 从远古至今 这方土地如何吸引了众多的身影 又如何成就了美玉和美食的盛宴 探索发现下期播出 蓝天白露魂上集 由于没有经过科学的考古发掘 尽管带有彭或彭博字样的青铜器 在文物收藏史上不止一次地出现过 但一直以来 人们对这个称呼依然有着深深的疑惑 能够把称呼铭刻在青铜器上 这位彭博究竟是哪个地方 哪个势力的代表呢 但是彭在哪里始终不知道 而且彭是一个什么样的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是什么样的家族 是一个家族 还是一个小的国家 还是一个部族 这个都一概不清楚 由于人们始终无法确定 这类器物最初的来源 因此恒水一号目的发掘 终于为此提供了部分答案 然而在距离晋国国都 仅十余公里 堪称卧榻之侧的地方 为何会出现另一股势力 这着实令人慰解 彭是家族 是一个部族 还是一个小的国家呢 这个很多学者 都有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无论是 说它是家族 还是个小的国家 但是它肯定是 独立存在这么一个正体 这个正体呢 它和晋国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呢 他们所在的地域 就在现在降线恒手一带 那么由此也解决了 好些这些年来 我们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那这个彭呢 那个 它的 如果是一个小国家的话 它到底有多大的范围 我们今天还真不好说 但是呢 可以做个出个估计 可能也就像到今天 一个现场大 彭国墓地的横空书室 让人们第一次知道了 中国历史上 曾经有这样一个正体存在过 随着一号 二号大墓的成功发掘 陆续发现的 诸多彭国贵族墓葬 也从另一个角度 证明了 彭国的实力 当时发掘了 这个 1326座墓 其中这个西州墓群 就1299座 通过这个对 清东清明的 以及这个 恒水发掘的 其他的墓葬的材料建筑 我们知道 这个彭博这个家族 在西州世界 曾经还相当不错 他们和很多 地方联姻 我们所知道的 就包括和靖国国军 就是靖国国军 曾经娶彭国姑娘 只因为历史文献上边 后来就没有记载 这个彭国 到底为什么没有记载 到底他们这个 商户重控 当时人们的商户重控 历史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这么大的一个 墓葬群 他这个商户遗址 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要期盼着 能发现 他这个商户遗址 他们这个人权的 商户遗址 在一个 更多的探讨一些 这个历史信息 对这个彭博 有更深入的了解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成现在我们的眼前